台湾现在发生一个现象就是 很多政府的公共建设工程都开不了标 或者招标之后得标的人他弃标而走 原因就是因为他发现这个成本已经上升太快了 使得他完全没有办法回收 所以他们宁愿弃标也不要去建造这个公共工程 这就表示就是这个现象不是只有民间房屋市场感受到 是整个台湾都出现严重的招呼成本升高 我想这个情况大概也不限于台湾 他的疫情恶化的程度超无想象 而这个恶化程度超无想象 就会使得他原来大家的乐观的心情会突然会转变 会变成悲观 尤其是跟这个疫情有关的 像餐饮 像旅游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就业应该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几个月 他的每天确认人数都在十几万二十几万以上 我想联准会应该不会锁表 也不会升息 他应该还是集中权力去控制美国的经济的繁荣 而不让他受到疫情的更进一步的冲击 1.125已经比美元0.25到0已经高太多了 所以即使美国升息了 南韩升息了 还是比台湾低很多 所以我们在目前这个时刻 是没有必要去完全跟着美国走 所以如果有一天美元的利息也到了1.125%以上 我想这个当然我一定会升息 在那之前我想可能性是不大 台湾现在这个比值 M2跟GDP的比值是234% 所以跟过去相比 我们过去大概十几年前 大概只有百分之七八十而已 因为到百分之二百三十四 所以大概已经快赶上南韩了 是一个非常高的比重 所以台湾的资金是有点过于泛滥 而这个过于泛滥现象 就会反映在各种资产的泡沫上 所以我们看到房价不断高涨 就跟这个绝对是有关系的 因为房价就像是这个 因为南韩的房屋市场实在是飙涨得太快 我看他们在今年第二季 全球豪宅的房价指数 已经到年增19.6 就是五分之一这么高 然后是全球第四 可是台湾也不遑多让 我看台湾是台北年增14.9 是世界第十 而且台湾的房地产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就是把公社算进来 所以我们单价其实会比 其他国家都还要更高 那这样你看南韩都要升息了 那台湾难道不会跟进吗 你刚刚说我们的公社比很高 所以房价的单价更高 但这不代表豪宅的房价年增率会高 因为只要它的公社比没有改变 它始终保持同样一个百分比的话 它就不会影响到它的房价上升率 但是如果它的公社比反而降低了 它就会把它抵消掉 所以这个部分是跟它无关 那台湾到底会不会跟进呢 台湾的情况跟南韩是很不一样 台湾只有一点跟它很接近 那就是我们的房价也很高 而且像刚刚讲的豪宅的房价上升率 全球排名第十 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民怨也会升高 不过好像我们看到蔡政府 并没有感受到这么强烈的民怨 好像民众并不因为房价升高 而怪罪蔡政府 那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房价升高的原因 是建造的成本上升得太快了 各项的原料还有劳工多短缺 所以不只是台湾的房价在上升 台湾现在发生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政府的公共建设 工程都开不了标 或者招标之后得标的人 他弃标而走 原因就是因为他发现 这个成本已经上升太快了 使得他完全没有办法回收 所以他们宁愿弃标 也不要去建造这个公共工程 这就表示就是 这个现象不是只有民间房屋市场感受到 是整个台湾都出现严重的 造物成本升高 我想这个情况大概也不限于台湾 我相信南韩应该也有类似情况 但是如果因为造物成本升高 房价升高 然后就因此就用这个 这个升息的方式来试载他 那其实是不恰当 因为如果建造房屋 他获利并没有提高 成本升高 如果你再把借贷的利率再升高的话 可能他就经营不下去了 可能很多这个房地产厂商 会减少建案或者是就根本就倒闭了 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对阵下降的方法 另外就是台湾在其他方面表现 都跟南韩不太一样 台湾的策刑府的声望 并不是岌岌可危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台湾应该还不至于采取类似的行动 所以像南韩他的升息 跟美国是脱钩的 没有跟着美国同步 那台湾目前看起来的情况 应该是不会像南韩这样单独的升息 那我们跟美国的联动性 会比韩国跟美国联动性还要高吗 台湾跟南韩 还有所有的这个 大量依赖出口的国家 跟美国的这个升息都是联动 因为这些国家呢 他们通常对美国呢 他的庞大的这个出口也构成庞大的出钞 而这个出钞呢 就会使得大量的美元会进到他的国内来 所以这些国家 他的这个这个整个资本市场当中呢 美元上的比重是很高的 所以当美国升息的时候呢 这些国家的资金呢 向美国流动的情况也会特别严重 所以一旦美国升息呢 这些国家大概都 无可避免要跟着升息 来留住在他国内的资金 所以我们可以说原则上的话 除非像南韩它有一些国内特殊的状况 或需求它才会脱钩之外 大部分都还是会跟着美国走 对 对 如果增加疫情去疫情的疫情, 使現現在不嚴重, 但是疫情最大的影響 還能夠阻止 全新開放的經濟。 有一個方法, 之前的影響 受到疫情受到疫情 比起疫情更多。 仍然有2萬多人 比起疫情更少, 特別是在年輕人和低級的。 我們準備好 調整所有的工具, 為了確保 強化,將於中期的疫情 強化, 在中期期的目標。 法國的CPI8月 年增率是1.9%, 德國更高, 德国是3.4% 那欧元区他们是3% 所以其实他们在通膨 就是所谓的CPI的年增率上面 几乎都创下了最近的一些最高水准 就是最近几年最高水准 可是欧元区比较特别是因为 他目前的经济复苏 其实没有像美国这么好的情况下 那通膨持续升高 他们会和南韩一样 就是跟美国脱钩 就是自己欧元区的部分先升息 那如果欧元区升息之后 看到亚洲也升了 欧洲也升了 那我们不会受到影响吗 其实欧洲已经升息了一次了 它是在美国之前就升息 美国还没有升息了 欧盟已经升息一次了 升息的原因是因为 欧盟它的通膨膨胀率 已经是大概 2011的11月以来已经最高 所以对欧盟来说 它应该已经感受到通膨的压力了 另外一方面是 在欧盟里面的某些国家 它的物价上升特别严重 像刚刚讲的德国 而这些国家呢 它的表现 经济表现也非常好 比如说德国 德国现在它的竞争率是4% 因为欧盟已经升息了 因为欧盟已经升息了 所以欧盟将来面对 这个通膨在恶化的情况 我相信它的升息的可能性 是比美国是要大得多 但是因为到底欧盟 它在国际现在的地位 它远不如美国 而欧元它的国际化程度 也远不如美元 所以欧盟升息 对其他国家影响是不大的 所以可以说是 它跟世界其他国家是脱钩的 所以欧盟升息只是 关起门来他自己的事情 老师 再来是观众提问 我觉得大家都好关注 老师给的讯息 然后他们考虑一下 未来要怎么做 所以有一个观众 他说他非常喜欢马凯老师 然后每一集都会看 那因为老师之前有讲到说 美国货币政策 在不久之后会减码 然后升息 那房市股市会跟着修正 那在我们更上一次的 节目的时候有提到 老师有讲到说 他在减码升息之后 他可能会再微调 然后可能就是会 再降息 然后再量化宽松 然后不断的这样子调节 那观众就有点困惑说 那这样子的话 他到底要怎么做 老师讲的不是说 眼前这么几个月 就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可能是他们在到明年 可能减码到一个段落 那市场因为利率云升高的情况之下 所以就升息 升息之后 因为市场波动太厉害了 那可能会再进行一些微调 这样子而已 因为后来他有再回答 他说那这样子的话 他最近看到八月最新公布的 美国飞农表现 其实非常的差 就是只有新增23.5万 那他们预估其实是72.5万 就是只有三分之一少了 三分之二 就是飞农表现其实非常的不好 也比七月多还要少 而且 clearly the bumpiness that we've seen in the non-farm payroll numbers especially in the last month's report which clearly disappointed I think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averages when we think about how many jobs is this economy creating on average over the last three months it's about 700,000 right 那目前看起來就是經濟付諸沒有當初設定了這麼好的情況下 那接下來他們的投資方向要怎麼做呢 美國的非農就業人數下降或者新增的人數不如預期 它的原因是我們可以預料到的 那就是美國在這個Data病毒之後呢 它的這個疫情突然惡化 我們大概在今年的前幾個月還看到 美國大概每個月只有三萬四萬人確診 不是每天啦 雖然四萬人確診 但是在最近這一段時間已經滿長的時間了 它是每天都有十萬以上 甚至我看到有一天是接近四十萬 所以就表示呢 它的疫情惡化的程度超乎想像 而這個惡化程度超乎想像 就會使得它原來大家的樂觀的心情 會突然會轉變 會變成悲觀 尤其是跟這個疫情有關的 像餐飲 像旅遊 所以我覺得這一方面的就業呢 應該會受到明顯的影響 這個部分呢 在疫情沒有得到完全控制之前呢 應該是會持續下去 所以可能要看這幾個月 因為美國的情況是 它面對一個突然來的新的疫情 它的全體人民的反應呢 是非常不理性的 我實際上沒有改變任何事情 我只能穿一個衣服 我只能穿一個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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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離開兩天前 去瘋狂的西卡哥 去婚禮 我當成了最好的男人 我必須要走 我飛了 我回到兩天 三天後 我回到瘋狂的疫情 其中有將近一半的人 他是拒絕戴口罩 或者拒絕打疫苗 這種環境呢 就使得病毒呢 就等於是這個 如入無人之境呢 就是肆無忌憚 去侵襲到他的這個 這個年輕人 甚至到小孩 所以美國如果他還是保持這種態度 就是用這種半吊子的方式呢 來對抗疫情 我想疫情的控制 也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此如果未來幾個月 他的每天確認人數 都在十幾萬二十幾萬以上 我想編整會應該不會鎖錶 也不會生息 他應該還是集中全力 去控制美國的經濟的繁榮 而不讓他受到疫情的 這個更進一步的衝擊 所以在股市跟房市的部分 要面臨這樣子的衝擊的時間 可能就會往後延 所以大家可能就不用 像我們之前一直覺得好憂慮 可能我們就要繼續觀察 非農的就業指數 還有通膨 每個月的通膨呈現的數據 然後再去看有沒有一些變化這樣 其實編整會他要觀察的這個條件 就是這幾個條件 一個就是就業的情況 一個就是物價變動的情況 那現在這個物價的變動情況 可能會跟他的就業 還是會有相互關聯 就是如果他的疫情擴大 他的這個物價要上升的可能性 應該不是很大 所以我覺得只要他疫情去擴大 不論是物價還是就業 都會使得美國政府更加的謹慎 美國的聯整會也更加的保守 所以原本說有可能是在求天 或者是年底要縮表的部分 他可能不見得就這麼明確了 所以我們原來所觀察到都是 美國的疫情在拜登上任之後 明顯在改善 而他的經濟也明顯在恢復 再加上拜登大量的撒錢下去 所以原來美國的經濟情況 是不斷在好轉 而這個好轉就造成了 縮表升息的更好的環境 但是如果這次這個疫情 又突然來清洗 而這次清洗 使得連拜登都已經沒有辦法 可以用新的手段來控制他的話 大概美國的這個經濟情況 就不會表現這麼亮眼 當然就會使得他的這個 縮表升息的時間 也不會這麼急迫 因為我看Delta病毒 現在大家已經說 幾乎是確定要打第三劑 就是兩劑一樣沒有用 像最近那個長榮的事情也是 縱使打了兩劑 都還是有Delta病毒 他還是感染 就是他自己不會變重症 可是他是有傳染性的 所以還是有可能讓整個疫情 擴散的速度有很大的變化 台灣其實面對這個病毒的方式 跟別的國家不一樣 我們面對方式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努力的 做這個防備的工作 戴口罩 保持時效距離 殺菌消毒等等 所以台灣真正的一個威脅 就來自國外 就來自機場 而機場當中最危險的 就是這些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員 就是一般來台的路徑的旅客 他即使是確診了 他會受到嚴密的注意 他會經過14天的隔離觀察 然後不斷地做PCR 所以他們的危險性反而是比較低的 但是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員 因為他不斷在來來去去 他的隔離時間又比較短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是把病毒帶進台灣的 最危險的人物 如果這個 這個我們說這個缺口 可以很嚴密的把它防堵起來的話 台灣用我們平常的方式 來對抗這個病毒 再加上疫苗 台灣應該是可以很安全的 這個渡過這段時間 所以今天我覺得要打第三劑 應該集中在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員 就是強迫他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要打第三劑 而且要把它隔離時間要再拉長 不能再像目前這樣不斷地寬容 因為這是既然是唯一可能的破口 把這個破口堵住等於是造福兩千三百萬人 我覺得政府是非做這件事情不可 然後老師再來是有觀眾在問說 如果黃金跟比特幣比較哪一個比較好 當然黃金比較好 因為比特幣有點像賭博 就是看你賭運如何 看你進去的時候跟出來的時候 中間的價差是正還是負的 因為它的波動實在太大了 所以比特幣大概適合賭信堅強的人去玩 一般的想要這個避險的人 黃金是本來它的價格是非常穩定 而且不是現在穩定是長時間的穩定 而且將來發生什麼樣的風險 它也不會有太大變化 通常風險越高的時候 它的價值越高 所以我覺得黃金當然是比特幣 更好的一個避險工具 而且黃金還有一點就是 它對於這個環境的衝擊 是比比特幣小太多了 因為比特幣它的開採 它好用的電力太大 它造成全球的氣候上升 是更大的威脅 所以我覺得比特幣這種東西 我們應該是盡量避免 好 還有台灣的利息目前高於美元 那就是聯準會升息 台灣會跟進嗎 或者是岸兵不動 其實這個答案已經在前面回答 就是我們已經比美元高很多了 不是高一點 我們1.125已經比美元 我們這個0.25到0已經高太多了 所以即使美國升息了 南韓升息了 還是比台灣低很多 所以我們在目前這個時刻 是沒有必要去完全跟著美國走 所以如果有一天 美元的這個利息 也到了1.125%以上 我想這個當然我們一定會升息 在那之前 我想可能性是不大 所以我們不會因為 例如說美國升息一碼兩碼 可是比台灣低 然後我們就跟著升不會 我們可能會讓它的升的幅度 起來跟我們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再看要不要再跟緊這樣 我想當然不會到 跟我們完全一樣的時候 再升息 因為到底台灣跟美國不一樣 因為我們要看的是資金的流動 我們發現當美國升息的時候 資金開始快速向美國流動 而且持續流動的話 那時候就會升息了 老師 然後還有 有觀眾希望知道老師 對於台灣M2跟GDP比率過高的原因 還有對民眾資產的影響 還有隱憂是什麼 M2就是貨幣存量 貨幣供給量 貨幣供給量就是 雙銀行的發行的貨幣 再加上銀行的存款 合在一起就是M2 所以M2過大就表示 整個國家它的貨幣的數量 太過於龐大 資金太過於寬鬆 太過於腐爛 而目前台灣的這個情況 是很嚴重 因為我們通常拿這個M2跟GDP 就是國民生產毛額相比的話 通常M2是小於GDP的 因為GDP通常會等於 就是我們的貨幣 M2乘上它的流動速度 而這流動速度通常不是1 通常都大於1 就是你拿到錢之後你的錢會轉手幾次 如果轉手三次那流動速度就是3 所以通常它會比1要大很多 所以如果貨幣存量 它乘上流動速度 結果遠大於GDP的話 那就表示這個社會的這個資金太過腐爛了 那台灣現在這個比值呢 就M2跟GDP的比值是234% 所以跟過去 我們過去大概十幾年前大概只有70% 80%而已 約到234% 所以大概已經快趕上南海了 是一個非常高的比重 所以台灣的資金是有點過於氾濫 而這個過於氾濫現象呢 就會反映在各種資產的泡沫上 所以我們看到房價不斷高漲 就跟這個絕對是有關係的 因為房價就像是這個水上的船一樣 你說水漲得越高 船的位置就越高 而這個船的位置 事實上由於水的高度而決定 所以一旦水位下降了 船也跟著下沉 所以房價只要在資金開始回收的時候 房價通常都會收斂會降低 所以這個是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如果保持一個比較長久的關聯的話 那房價絕對跟M2是成正比 所以我們如果要觀察房價 它是不是會下來 我們就可以去觀察這樣的指數嗎 對 我們如果要看那個數據的高低 它最大的變動是所謂前面的 M2 所以我們就是去看那個M2數量的多寡 就會知道說不只是房市 股市可能也會影響它的起伏點到底有多大 我們看到過一段時間那個流動速度突然下降 而且幾乎是急凍 就是在美國的金融海嘯的時候 那個時候幾乎那個貨幣不流動 貨幣不流動之後就等於是 貨幣的流通量突然減縮了好幾倍 這整個經濟都突然會因此會發生所謂通貨緊縮的現象 那目前我們應該是如果單就自明來說 就是嚴重的通貨膨脹 因為通貨指的是流動的貨幣 目前台灣流動貨幣是太多 所以我們很難預測說它什麼時候是到最高點嗎 政府的貨幣政策 所以像聯準會它縮表就是它在減少再放出去的貨幣 它的升息就是它把這個利率升高之後 使得市場裡面的資金開始萎縮 因為資金高了以後需求人減少 而聯準會它付給超級準備的超額準備資金 這個利率高的話 這個錢就會流到超額準備去 所以事實上利率跟貨幣流通量這兩個是反向 所以一旦貨幣流通量收縮了利率就會跟著上升 反之利率上升貨幣流通量就會收縮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 這兩者都處在一個極端寬鬆的狀態 所以這兩個寬鬆的狀態合在一起就會使得這些 資產的這個泡沫會不斷擴大 所以影響台灣M2的關鍵因素是哪些呢 M2的關鍵因素主要還在央行的貨幣政策 還有就是我們的出超 因為我們有很大一筆這個資金呢 是出口商出口到外國去 從外國引過來 然後江銀行把它收購以後把它變成新台幣 所以如果出超很龐大的話 這個資金就年年不斷的在流進來 那市場資金會越來越擴大 另外一個就是外資流進來 譬如外資流進來 流到這個股票市場裡面來炒作股票 這個資金也會 因此會影響到全體的貨幣攻擊量 所以老師等於是有三個因素 一個是央行貨幣政策 然後一個是外資 一個是出超 那目前看起來就是出超 我們只會增加 因為我們目前那個電子零組件的商品出口 非常非常的暢旺 所以今年勢必不可能減少 那央行的貨幣政策 目前好像還算是蠻穩定的 所以現在最大的因素 就是變數可能就是外資 如果像美國減馬的話 外資的錢就會流回美國 那可能就讓這個M2的 這個數據可能就有一些變化 如果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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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議會認為 在一個稍微的資金購入 會很快也要保護 我們也提及到 if the economy continues to progress broadly in line with expectations, then I think it has a benefit. 如果整個情況是適合這件事 我認為我們可以在接下來的會議 或是不 根據我們覺得那些測試 所以我們辨識如果觀察的話 我就是觀察美國聯準會 對於我們M2的影響是最大的變數 對 而且如果美國升息的話 不只外資會留回美國 很多本國資金也會留到美國去 去參與套息的活動 因為他升息之後 我們把錢放在那裡 拿到的利息會比較多 對 所以隱憂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要看一下聯準會 他那邊的政策 可能就會對於我們股市房市 真的就會有比較大的影響 就是我們這幾集一直在講的這樣 對 因為那會是一個全世界的現象 老師 那還有一個 或者養庸遺患物極必返 然後可是如果沒有雷霆手段 是難以解決長期以來的資金氾濫 那像觀眾認為說 美國聯準會就是能拖一天是一天 那長此以往會不會導致 美元的信用破產呢 其實美國的信用破產這件事情呢 是一個比較長遠的問題 因為美元的信用它來自幾個因素 一個因素當然就是美元的數量 美元數量越大的話 倒不是對它的信心會減少 反而是它會貶值 因為它錢太多了 所以它買的東西越來越少 事實上從1971年 尼赫森把美元跟黃金的固定的兌換率 切斷之後呢 美元就一直在貶值 已經貶了很多了 因為它一直在印鈔票 它的印鈔票不要成本 所以它一直印鈔票 那全世界的這個美元就越來越多 就越來越不值錢 那即使如此 大家還是要美元 為什麼還是要美元呢 因為美國這個國家呢 讓大家相信它可以長久存在 它永遠有能力償還它的債務 而且呢 它還是軍事強權 這個全世界沒有國家 敢惹美國這個國家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當然大家還要繼續 要相信美元它的價值 那第三個就是 因為今天呢 全世界的 不論是貨幣準備 或者是交易媒介 90%都是靠美元 所以你要在國際上做生意 美元是最方便的 因此為了這個方便性 我寧可捨棄其他貨幣 我要用美元 所以美元是基於這幾個理由 讓大家願意用它 願意相信它 願意持有它 至於它的數量繼續增加 會不會讓它信用破產 它還不會破產 但是它會一直貶值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中天全球政經週報的小林 那今天要特別提醒大家一個消息 就是每周日晚間六點 那知名經濟學家 馬凱教授來上我們的節目 為大家解析全世界的總體經濟趨勢 但是也因為它非常受到大家的歡迎 沒想到有人呢 就盜用馬凱教授的照片 在LINE的裡頭 開了名叫做 馬凱線上課堂加 這樣子的社群 那裡頭呢 竟然在分析台股的一些個股的走勢 那這個消息 馬凱教授知道之後呢 是相當的訝異 因為我從來沒有在LINE上面開過課 所以有任何人用我的名義來開課 那是一種欺騙行為 那是對我的誣蔑 也是對觀眾的一種詐騙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應該唾棄這樣的行為 應該完全不要受它的誘惑 應該只要有機會就加以譴責 那馬凱教授在8月16號下午的1點多 也正視到台北市內湖分局報案了 台灣如果不拿定度這個一二月的這個情況 作為一個銀劍的話 我覺得台灣真的需要擔心 因為現在晶片這麼短缺 而它的工資也可能不是很高 甚至更低 市場也許還夠大 也許台湖到那邊去 不過我個人是傾向於一件事 從今年到明年 發生通膨的壓力是不斷地在增大 知名經濟學家馬凱教授在中天 美國十年級工戰它的職業上升的時候 最先倒楣的就是一些科技股 美國的印太戰略 其實它越來越明顯告訴你 我就是要取代一來一年 風險高了就盡量不要碰它 比如說房市風險很高 股市風險很高 你盡量不要碰它 他們說這次激增的這個立場 看起來有很明顯的 拜登的這個色彩 掌握全球脈動 世界總體經濟趨勢 國際區域情勢變化 我是馬凱 我在全球正經周到 各個辦公室 集團 集團